下午好 小麦和玉米价格于10月31日上涨 此前俄罗斯周六暂停参与黑海交易 以回应其所谓的乌克兰无人机 对其在俄罗斯附属的克里米亚的舰队的重大袭击 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任命康菲石油公司 为该海湾阿拉伯国家北田南阔项目的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合作伙伴 该项目是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项目的一部分 康菲石油公司将在该项目中拥有6.25%的权益 国有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宣布可拍公司 和道达尔能源公司为合作伙伴 并表示他们将各自持有9.375%的股份 据有关人士透露 由于中国收紧冠状病毒的抑制措施 下个月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 苹果公司的iPhone产量可能会下滑多达30% 埃隆·马斯克周日在一条推文中说 推特将修改其用户验证程序 这距离它接管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仅有两天 与此同时 通用汽车公司宣布暂停在推特上的付费广告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周日取消了两个波音737 MAX航班的计划 延迟了该机型在三年多后重返中国的客运飞行 在印度尼西亚和埃塞尔比亚发生致命的坠机事故后 737 MAX于2019年3月被停飞 但在对飞机进行改装和飞行员培训后 已在除中国和俄罗斯之外的世界各地重新投入使用 威力资本团队 祝您健康快乐